最早记载中国二字的国家一级文物合尊 养手饕贴面的作册折功 记载东周时期秦国公式五代世系的秦宫博 8月14日 宅资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百余建精品青铜器亮相现场 现场展品中 最引人注目的要数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 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西州早期著名礼器合尊 合尊口原体方通体有四道楼空的大飞龄装饰 颈部室有残文图案 口原下室有胶液文 尊体以雷文为底 高幅雕处及圈足处室有饕贴文 工艺精美 造型雄奇 同尊内胆处有一篇122字名文 其中就包括中国一词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 合尊是出土于宝鸡地区的一件国之重器 它上面记载了周武王在营建成州时候的宣言 宅资中国自治一民 意思就是我们要建都于定都于天下之中 来治理四方 治理天下 据悉现场展品所处年代 涵盖商周秦汉等中国青铜时代的主要时期 其中包括记载武王伐咒准确时间的国之重宝历轨 记录周王世系 承载家族荣宠的来盘等 在政经补史方面具有高度的历史研究价值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呢 是被称为青铜史书的来盘 上面呢有372个字的名文 记录了从这个周文王一直到宣王的这段历史 他和这个司马迁的史记以及上书上面的这个对西州的历史的记载呢 是完全相互印证的 本次展览分为经文的艺术 经文中的故事 经文中的智慧三个单元 通过展示早期中国青铜器与经文文明成果 揭示上古社会中蕴含的物质 精神 制度文明成果 本次展览汇集了143件 出土于宝鸡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器 143件精品当中 一级品有65件 二级品有62件 他们总的占比接近90% 这是近年的展览里边非常罕见的 每一件器物都有名文 我们能够利用名文 利用新闻来解读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文化信仰礼仪生活 据了解 展览将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13号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巴展厅持续展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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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